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8月6日表示 他渴望与民主党竞争对手 米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进行辩论 前提是他确实是提名人 万斯对费城的支持者说 所以首先 我没有对沃尔兹说太多 是因为民主党已经表现出 对我们施加一点压力的意愿 所以我甚至不知道 我们是否真的会让沃尔兹退出这场竞选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吉利 周二选择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选择了一位进步的政策拥护者 和一位来自美国中心地带的朴实演说家 来帮助赢得农村白人选民 贺吉利在给支持者的短信中 宣布了这一选择 明尼苏达州长沃尔兹表示 在贺吉利8月6日选择他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后 担任他的副总统是他一生的荣幸 沃尔兹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一篇文章中写道 贺吉利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可能性 贺吉利在给支持者的短信中宣布了这一选择 沃尔兹是一名60岁的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老兵 曾任教师 他表示很荣幸能与贺吉利一起参选 沃尔兹于2006年当选为美国众议院倾向共和党的选区议员 任职12年 之后于2018年当选明尼苏达州州长 作为州长 沃尔兹推动了一项进步议程 包括免费学校餐 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为中产阶级减税 以及扩大明尼苏达州工人的带薪休假 他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妇女的升职权利 但在代表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农村地区 捍卫农业利益和支持枪支权利时 也表现出保守倾向 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老师 美国青少年 橄榄球教练 就像《华盛顿邮报》评价的那样 他在进入政界以前 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 鲜为人知的是 在获得教育学士学位后 哈佛大学为沃尔兹提供了一个 在中国任教的机会 让他得以以新的视角看待全球教育 1989年至1990年期间 沃尔兹在中国工作是首批获准 在中国高中任教的美国教育工作者 团体成员之一 直到现在 沃尔兹还会讲一点中文 回国后 沃尔兹抓住机会 在美中学生之间开展合作项目 成立了一家名为教育旅行冒险的小公司 通过这家公司 他每年为美国高中生组织一次中国教育旅行 该业务包括一个奖学金项目 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 学生们都被允许在中国旅行和学习 回到内布拉斯加州是沃尔兹生命中关键时刻 他遇到了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的格温·惠普 沃尔兹和格温于1994年结婚 他们带着60个美国学生一同前往中国秘月旅行 由于学生中男女数量为基数 夫妻俩甚至不睡在同一个房间 后来他们搬回格温的家乡明尼苏达州 并在同一所高中任教 沃尔兹还曾担任澳门理工大学的国际关系课做研究员 他认为这一职位有助于他 加深对中国独特国际地位的了解 8月6日 银牌得主美国铁人三项混合接力队的一名成员表示 由于巴黎市中心赛纳河的水质问题 导致各种奥运会训练和比赛的延误压力很大 赛纳河是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游泳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为观众、居民和运动员提供了独特的体验 美国队并没有忽视这一点 他们在令人紧张的照片中 获得第二名输给了德国队 但击败了美国队大不列颠 斯皮维说 他们想要拥有这个壮观的场地 你知道 在凯旋门前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 所有这些很酷的功能 让这个赛道变得如此特别 但是作为一名运动员 我们的希望是等待在我们职业生涯巅峰的那一天表现 感觉压力很大 所以这绝对是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附加元素 管理水上运动的国际联合会世界水上运动表示 由于担心水污染 原定于周二在塞纳河举行的马拉松游泳课程也被取消 虽然大场赶军的水平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另一种细菌 长球菌的水平却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由于河里的细菌 含量过高 铁人三项游泳赛段的训练也被取消 男子比赛在最后一刻被推迟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在组织者前一天宣布解除警报后 于周一如期进行 法国当局已斥资14亿欧元升级首都的污水系统 并承诺到明年夏天这条河将变得足够干净 居民可以在里面游泳 莱德说 劈开水质不谈 塞纳河的水流超强 游起来很艰难 也很有挑战性 女子和男子马拉松游泳比赛定于周四和周五举行 在英国首相斯塔莫指责社交媒体公司 助长全国暴力事件后 美国企业家兼社交媒体网站X的所有者马斯克 在各种社交媒体帖子中 对英国首相斯塔莫提出了挑战 英国城市绍斯波特爆发骚乱后 斯塔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内乱显然是在网上煽动的 上周 英国西北部小镇 绍斯波特三名年轻女孩被刺死 引发了英国各地的骚乱 反移民和反穆斯林团体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网上传播虚假信息 并被高调的极右翼分子放大 在回应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一篇帖子时 该帖子将英国的霍乱归咎于大规模移民和开放边界 马斯克写道 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8月5日 马斯克在斯塔莫X账户的帖子下回复称 难道你不应该担心所有社区都受到攻击吗 在8月6日的另一篇帖子中 马斯克在一段视频下留下了回复 据称该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因脸书页面上留下的评论而被捕 马斯克说因在脸书上发表评论而被捕 这是英国还是苏联 路透社没有核实相关试题 周二晚些时候 马斯克发帖称 为什么英国不是所有社区都受到保护 并标记为斯塔莫 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 司法部长亚历山大谴责了马斯克的帖子 称他认为关于内战不可避免的言论 是完全不合理的 长岛苏纳军立法者周一批准了一项法案 除了因健康宗教或文化原因 而需要在公共场所蒙面之外 该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据报道 支持者表示 共和党控制的长岛苏纳军议会 周一批准的这项法案 将防止暴力抗议者隐藏身份 立法者科佩尔表示 这项措施是为了应对 自10月7日以色列与哈马斯最新战争爆发以来的反犹太事件 这些事件往往由戴口罩者实施 议会中所有12名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该措施 而7名民主党人弃权 纽约州长霍楚6月表示 他正在考虑禁止在纽约市地铁系统中佩戴口罩 目前尚未宣布实施此类禁令的具体计划 该禁令与苏纳郡的措施一样 是为了应对戴口罩抗议者人数增加而提出的 纽约公民自由联盟批评 苏纳郡的口罩禁令侵犯了言论自由权 该组织苏纳郡区域主任戈特勒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口罩保护那些表达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的人 将匿名抗议定为非法 会打击政治行动 并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 导致对抗议者进行人肉搜索 监视和报复 苏纳郡的法案规定 任何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以掩藏身份都是轻罪 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和1000美元罚款 该法案豁免那些出于健康 安全 宗教或文化目的 或为了和平庆祝节日 或类似的宗教或文化活动而戴口罩的人 而这些活动通常佩戴口罩或面罩 苏纳郡警察局长赖德 周一向立法者作证时表示 警察会知道出于犯罪目的戴口罩 和出于医疗或宗教目的戴口罩的区别 赖德说 我们不会因为戴口罩就逮捕某人 我们会上前去与他们交谈 找出真相 苏纳郡郡长共和党人布莱克曼 预计将签署该法案 他在议会投票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除非某人患有疾病或有宗教信仰 否则人们不应该被允许 在公共场合以隐藏身份的方式遮住脸 支持和反对该法案的数十名公众演讲者 挤满了会议 支持者表示 该法案将是实施骚乱或暴力行为的抗议者 无法逃避责任 相反 反对者表示 该法案将侵犯残疾人的健康隐私法 而且可能不会在不同社区公平执行 民主党立法者 德鲁克在投票前表示 该法案超越了法律 可能损害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周一 联邦法官裁定 谷歌的搜索业务违反了反垄断法 前总统特朗普政治时期 联邦政府指控谷歌在搜索和搜索广告市场上 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如今有了案件最新消息 联邦法官梅塔在判决书中写道 经过仔细考虑和权衡证人的证词和证据 法院判定谷歌违反了反垄断法 该公司的行为旨在维护其垄断地位 梅塔表示 谷歌与苹果等公司达成的独家协议具有反竞争性 他还指出 谷歌在搜索广告中收取高价 也反映了其在搜索领域的垄断地位 分析指出 谷歌的败诉有可能重塑数百万美国人 在线获取信息的方式 并颠覆谷歌数十年的主导地位 这一裁决是对谷歌历史悠久 最重要业务的强力谴责 该公司花费数百亿美元签订独家合同 以确保其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浏览器上 保持全球默认搜索提供商的主导地位 联邦政府在诉讼中指出 谷歌通过签订这些独家合同 阻止了微软等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壮大 从而维护了其在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 此外 预计美塔的裁决将引发另一项程序 以确定谷歌将面临何种处罚 包括分拆 不过 谷歌预计会提起上诉 这项裁决最终可能会颠覆谷歌向用户提供 其搜索引擎的方式 影响其与设备制造商 和在线服务提供商达成高价交易的能力 而这正是本案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 在诉讼首次提起时 反垄断官员也没有排除分拆谷歌的可能性 并警告称 谷歌的行为可能威胁 未来的创新或谷歌继任者的崛起 8月6日 一名中国学者被判 在美国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 他收集了纽约支持中国民主的活动人士的信息 并与中国分享了他的调查结果 经过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为期一周的审判后 陪审团裁定 王书军犯有四项罪名 包括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 充当外国代理人 以及向美国当局撒谎 联邦检察官表示 已入籍美国公民的王 将自己描绘成 中国的激烈反对者 已赢得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台独倡导者 以及维吾尔族和西藏权利活动人士的信任 法官表示 王实际上是监视活动人士 并与中国情报部门 国家安全部门的四名官员 分享他的信息 王于1994年移居美国 于2022年3月被捕 辩护律师表示 王向情报官员 谈论民主运动 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 并促进社会变革 而不是充当他们的代理人 美国司法部近年来 一直在打击中国和伊朗等 美国对手所谓的跨国镇压 该术语指的是监视恐吓 在某些情况下 还试图遣返或谋杀反对这些政府的活动分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